歡迎大家收看錄音廠檔 今個星期日,我們香港馬壇 一連一到,跑馬王 冠軍棋姐打杯 這場賽事就是我們香港的一級賽 但同日,日本方面 其實有越洋直播的賽事來到香港 就是一連一到當地打比大賽 今集我們會談完這兩項一級賽 日本打比大賽和我們香港的借打杯 大賽前席,當然會找到我的老友出來 阿濤,黃晶圖,朱鎮輝,你好 我們第一節會先說日本打比大賽 今屆日本打比大賽都一如往年 出馬是滿額的,18匹 而打比大賽大家最關注的是馬場 東京競馬場和當地的天氣如何 因為我們近年都見過 不同的天氣真的產生不同的賽果 不過近期的天氣似乎不錯 對,這幾天當地的天文台都說 都預計會是天程 場地可能比較乾快 2400米,東京競馬場 出閘不久也要轉彎 如果排檔比較外的馬 也會稍微虧一點 尤其是後上馬,看看怎樣虧 不過也要看賽事的水準 因為今年的日本打比 很明顯有甚麼臭腳的異味 盡力希望臭夠滿額 所以你看到 例如我們看之前隊長的幾場賽事 例如青葉相,這些也會有 高越相也會有 但是京都新聞般 今年不見了這個方拉 亦拉閘了甚麼 在NHK一里賽道輸的馬 進來跑這場賽事 平均水準 似乎不及近幾年 看看會否搞到高越相那組獨大 很多馬跑過高越相 不過我們談之前 也要說回東京競馬場的賽道形勢 剛才阿桃提過 2400米起步,你沒有當位 也挺痛苦的 為甚麼?看過桃就知道 對,正前方 因為出閘不久就要轉彎 不過要上兩線車 因為第一次起步後 已經有點上車 轉一個大圈回來 最後那條直奧的車 也挺有趣的 這是馬場的另一個關鍵 對,因為整組馬 不太多馬 是有2400米的經驗 沒錯 甚至我揭穿了報名馬的血統 似乎在2400米的性能方面 不算有很多根據 就不一樣去年 去年高越相包三名之餘 三匹都是大陣的紙紙 對,去年沒有甚麼驚喜 因為川田將雅都拿到冠軍回來 李武華會否像上屆選錯了座騎 結果就輸了馬避 這次其實川田將雅 李武華一對騎士都撿到好馬 撿到就撿到好馬 對,不過去年也沒甚麼驚喜 今年會否有多驚喜 那頭呢,我就怕 也可能是 但如果你說以驚喜來 今年賽職最有根據的 新人跑而已 怕不怕這件事 例如艾恩遺跡 他在說那一匹 重山弘平去跑 真是生骨仔 新騎士 但這匹馬 其實他先贏了這個每日杯 在3月25日那一場是三級賽 這場看起來就不像這麼聰明 1,800米在前面走 貼著那一匹就是了 不過其實同場 跑第二隻就是李建勒塞 那隻李建勒塞 其實你見到是真的虧到暈 白武,白武就是內蕩起步 其實我看完這條片 你這麼少馬跑 你也要這樣走 就是,一蕩起步 在那裡跑上來追上來 差一點 差一點就差一點 所以這次你說大家再對戰 而且跑到2,400米的話 我自己也不敢說哪一隻會先 沒錯,而且還有一樣 當然後來去到跑高越上 當然很重要 日本二千堅里大賽 艾恩遺跡就有份跑 李建勒塞就變成了吳建勒塞 是的 結果後來也沒有出 但你變成艾恩遺跡就用多一場力 是的,我也會想這一點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這些馬房的部署 永遠都是最終的目標先走 可能艾恩遺跡就是上一場的目標 今場會不會是擺在你身上 不奇怪 唯一一點的就是 我有輕微的疑問 因為他媽媽是Kings Rose 像帝王玫瑰 是的 其實真的是一隻中距離 沒有線的那邊的馬 是不是真的可以 可以盡量到2,400米 因為他中間偷過來 不過既然這種血統的馬 兩歲的第一次都可以贏2,000米的話 希望真的憑他的質素 可以漸漸一點 是,既然大家都沒有 就靠質素 有時候我們就算是香港的打比 大家都沒有 經常跑2,000米也會猜 不怕,質素可以搞定 看看艾恩遺跡 在高月賞那裡 剛才看的場合 你都不覺得他那麼聰明 怎麼會贏的 我們有個片段準備給大家 而且那場高月賞 也有很多馬一起跑 也始終是前列 近幾年都是靠這條賽職來 真的有很多馬看相 這條片段是值得看幾次的 坦白說一次看不完 坦白說 艾恩遺跡已經在前面的隊 有波斯劍客跑第二 那隻蔡王晶在外甸第三 後面是金枝霸 當時很受注目 如果看這條片段 我就會覺得跑甚麼 那隻霸始終可能是 偷過來之後就跑這場賽事 結果起步那一刻就很麻煩 結果在馬嵐中間塞一下 你看看他走進去裡面 我們看看前面 那艾恩遺跡就過了一匹半匹 過了波斯劍客 波斯劍客在中段 在對面的直路好像用多了力 他是懸難推進上來的 其實早段排名次大概在12位左右 但是上去排到5、6位左右 是嫌他中段用多了力 回到力的韌力差點 是比艾恩遺跡僅僅過了 好像艾恩遺跡的感覺 就有一些突然偷雞的味道 當然大家都看到 今年這一場的高月賞 其實你見到頭踏尾不是相差很遠 有很多馬嵐跑錯 塞了 轉彎扔出去 這樣就會輸 所以如果只看名次的話 我自己就不會太著重 剛才那場賽事是賽職 但是留意一下一些 譬如你說有些馬嵐 名次真的不是很氣硬 例如掛鎖那些馬 跑得很久 但回到來真的輸得很遠 肯定不是 而且他始終是贏過離身上的話 我再揭一揭 原來他這隻是正宗長途血統 會不會的目標是放在後跌 放在這一場 很多不同的想法可以在這一場上衍生出來 還有外擋的文雅之士 其實在外擋都蝕了很多位 但是看他的出腳 其實這匹馬刀終於挺長的 右前腳也抬得挺高的 但是你說 上次走著這麼蝕的位置 回到來其實名次都很近 都有機會透過 其實朱仔剛才提到一點 離身上的那場 有很多賣跑得很遠 去到高月想不知跑去哪 例如像那些個人特色 明明離身上的跑第二 可以跑到尾三 那場賣的根本是混亂的 所以我說剛才那片段 看一次不夠 多看幾次 可能你才會找到更多的答案 不過有另一組的方案 我們近季都有提及的 就是青葉賞 青葉賞如果說路程 就跟日本打鼻一樣 但怎樣硬是 去到日本打鼻就腳仔軟 真的不行 可能是否那些級數 也始終是差一點 級數和一隻三歲馬 連搏兩場二千四 因為你第一場 說真的你要跑青葉賞的原因是甚麼 你還未有入場券 是吧 要趕 是吧 要趕 你跑到頭三 可以直接入場券的話 肯定是跟你搏到盡 今年也挺受注目的 那隻萬人音配 但你再看一看 他在青葉賞中是贏的 但贏出來的姿態 輕鬆得好像沒有用力 那麼少見 自己湧上去 當地也有提及這一點 就是因為青葉賞 買在日本盃 不要說是更加力 也不放好 為甚麼在當地這次 現在到目前 他是最受注目的跑者 所以會不會這一屆的青葉賞 跟以前有點不同 就是很多人談論這件事 還有就是當裔 你看到他是完全今季 就是今年2017年 是沒有輸過的 他在外面上來很輕鬆 當時是轉彎已經上來 你以為有人上來追他 追追看好像不是很多 有最好路向 那隻也是好像中下一樣 其實那場馬 我看回第一名固然 第二名 就是那些警覺性很頑皮 在外面 萬人一會上來 他真的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走就走 走到上來 人家都到了 所以你看到 這一場去到最後第三、第四 都不能入選這一場 那是為甚麼 所以在一、二名上 看看今年… 如果我們這樣看 今年的青葉賞 一、二名似乎 號力也不算好 就不像我們 往年華為爭日長券 打打打打 就會比較辛苦 好 青葉賞以外 全場馬學體運 只有一隻 往時的勇夫比較多 今天只有一隻那麼大膽 跑完那些我們稱為 很大膽過來 其實都真的 往年都不能入選 因為上次也贏了 普通表列賽的贏者 但是姿態上 雖然也好像比較輕鬆 但是似乎 到達這個階段 是否還差一點 當然是會差一點 不過在主意上 也是可以晉身來這場賽事 所以每個人都會… 我覺得自己的水準 也不能去到清葉賞的時候 只會是要去撐 不過你看到贏下來的姿態 肯定沒有剛才那隻馬年金貝 那麼輕鬆 就是在馬林中間 這場有 其實後面那群馬好像也有點力弱 但還未到四百 有多少隻在爬 我想你看頭四隻足夠了 這場的影片 每隻都已經打得開花 對,看頭四隻足夠了 其實包括他自己 達華卡尼也有點外閃 你看到安祥也抽著 打下去 他有的… 但是不是很厲害 但你看到後面的其他對手 就真的撐著撐著 也不太多了 如果是很厲害 如果是第四個也不用看了 不是 如果你說很厲害 現在贏掉了一組就不用騎 是不是到了二百組就知道 總之兩場比較刺激的晉級賽 我看清葉上一定是值得跟進的馬 但是是不是這一場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剛才兩場的 那些是NHK一里賽 本來這條方拉 來到日本打比也很吃虧 因為NHK一里賽 一定是一里 我都明白 還有我看過這場賽 時有份跑NHK一里賽 就正如朱仔所說 不是跑得好一點 還要跑得到也不知道去哪裡 是中間回來 對 還有1,600升到2,400 這也是一個考驗 看回NHK那場的頭馬 甚至前列位置回來的 都真的正宗1,600 甚至1,800 小仔 昨晚我做功 我看這條片真的辛苦 為甚麼 不是在看走投的 而是在看舞的 中間綠袖的那種是沒有的 頭很像坐椅 但是沒有跑這場 你可以看到信託 其實今年的成績是否很好 肯定不好 去到這一場 也一定不好 三歲都未上過名 只有兩歲 有份跑打比的早生靚豆 那隻是在贏紐西蘭錦標 只有1,400 又上來1,600 跑到最後的12名 合平更加不用說 更後一點 剛才鏡頭看見一下就沒有了 對 所以你以為這三隻馬 哪有根據可以告訴你 2,400能夠跑得好 所以我聽著不看 不用預計他們 似乎混戰歸混戰 似乎有機會的馬 就聚在不是高月上就清潔 對 我們看看我們怎樣選擇 陶,你先來 我也是喜歡高月上 2,000堅尼那場出來的馬 去年那條4Line出來的 我也會先要一隻12閒 才是禁止板 回看上一次跑 其實剛才跟朱仔也談過 就是第一次走過來跑那一場 其實出閘的時候是慢了 但是打上來的馬是有勢的 只不過在塞塞的車之下 沒有勢,有勢也沒有 沒有甚麼位置上來 所以希望今次… 李武華近期其實也很旺 五月份也綁了幾場的群組賽 希望今次也能夠綁這個打比 再選擇也要一隻11波斯劍客 上次略嫌他的中段用多了 希望韌力也足夠 最後選擇當位比較頑皮的18 萬人陰沛 這筆馬始終贏馬姿態 幾場都是相當輕鬆的 我自己是相信日馬有質素 會選擇掛鎖 上次其實也有一點跑錯的情況下 叫他輸得不算太遠 你說再選擇波斯劍客 剛才阿圖也解釋了一個點解 再選擇就是李健阿瑟 那場每日杯真的會吃到暈了 我相信馬房那幾隻 慈港泰愁目標應該是這隻比較清晰 如果剛才豬仔和阿圖選擇的馬 還有些馬我去攝位 包了 蔡王晶 其實亞恩維積贏的時候 我覺得他整個跑法 好像有些護駕在後面 前面走多少他走多少 今次撿了馬一檔 可以不同的跑法 今次亞恩維積 當然我們也未必相信他那麼聰明 但他畢竟真的高越上的頭髮 而且跑法比較容易 只不過就是騎士去到大賽會 要想這一點 所以我不敢擺那麼淺 剩下的就是那隻最好的路向 剛才看到萬人欣賠上來的時候 已經是人家走了很遠 他才睡醒而已 看今次會聰明一點 岩田可能也有些機會 在大賽中跑得比較好的騎士 上一場說不定都是留意有待 所以這場賽事範圍相當闊 高越上和職業上的那兩場賽事片段 大家真的多看一點 沒錯 下一節我們談完日本打尾 下一節回來談香港賽事 遮打尾